第2题的话它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你输入A 偶数累加到B的总和帮我输入 所以范例大概就是这样 输入114到1144 帮我累加就是14 然后再双数1618一直加到1144的话 那这个程式要怎么写 其实基本上的话 这个刚刚我没有写过啦 所以你就是跑个回圈把它累加起来就好 所以第1个你要知道说回圈的范围在哪里 特别注意回圈的范围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话 若以这个题目来看我有个A Input 我们前讲过转型 输入14 再输入1144 一样转INT 那多增加一个变数就加总 这个加总的话就是最后我要输出的这个结果 要是OK的 所以呢我们for i in range 有没有一定是从14开始 所以这个a不用变动 那b的话呢就是最后的结束值 不过结束值特别重要 这边要加1 我前面讲过为什么加1 因为他到那边停下来 前面那一个才对 OK 那如果是偶数的话呢 Step 2 有没有 当然这边写法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是 能够 Person 2 等于0 那表示 不过我觉得那种写法好像太复杂 反而用Step 2比较简单 然后就累加 累加的话加等于i 有没有 那加等于i的话 把这个累加到 那个 ANS里面 最后再把这个ANS给print出去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302题 如果我们刚刚那个 题目你做得出来 这个应该就没 没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假如我执行 然后呢 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执行之后 输入那个14 再输入11 144 Enter如果后面的答案跟这个一样 那恭喜你 理论上你应该是正确 OK 3277 应没问题 所以这考试我觉得倒也还好 其实难度我觉得倒也不太高 因为现在第三类 总共会有9类 不过如果你想要简单一点 他另外一个基础的是5类而已 5类 你准备1到5类去考试 他也会发一张 但是 他那个证照前面会多个基础 基础Python的程式设计的那个证照 其实也是一张 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 也是至少是一张证照 那另外的话呢 待会 也许可以再试试看 304 304的话呢 它是什么 回圈 4回圈 倍数的总和 几倍的总和 所以基本上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 21 然后呢输出 50 这边的话 里面 就是把所有5的倍数加总起来 OK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输入21 那我应该 输入 这个21嘛 如果说我今天把他加总的话 他 从1到21里面 能够被5整除的 那帮我加总起来 总共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 假如是21 他能够帮我把 能够被5整除的 包含什么 5 10 15 20 全部加起来 50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样 就表示成功 那要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看 我这边有参考答案 不过尽量还是 不要 马上看 你可以自己先想想看 关键的地方 其实 就是在哪里 在这边 如果他整除的话 才得加 关键的地方 他后面的话 可不可以 0.5 0.5 0.5的话 变要怎么样 变成你如果 那是不是要从5开始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 这边不要逻辑判断 从5开始 然后 间隔5 有没有可能 间隔5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OK 这样写 对吗 试一下就知道 有没有 从5开始 然后把 他21 5到21之间 能够被5整除 其实好像这样也可以 然后把他执行一下 看一下这边输入 21 Enter是不是50 也是50 所以特别之后 写法很多 只是说 哪一种写法 你觉得比较OK 不会错误 因为这个考试 他没有标准答案 他主要还是看结果 只是说你那个逻辑不能说 只有这个地方OK 其他地方 那 应该 会有问题 他可能会多踹几种不同的 变化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302 就是 偶数 回圈把偶数 连加 另外的话就是 偶数 倍数的总 这边 主要是针对5的倍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没什么 我说 我说 你不是针对5的 我说 词